接下来有请03号选手金玲带来 King Sarah Sarah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that I wish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Everybody come on sing it out Hey what you gotta say Hey what you gotta sa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that I wish to see Que sera sera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that I wish to see Que sera sera Que sera sera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I as my mother what will life be I will be here For what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przy pretty?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é será, será qué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é será, será qué será, será 我只会说这一句 但是评委老师 一定不只说一句 我们接下来有请 我们的专业评审老师 海权 有请 金英凌 我想问你 你紧张吗 兴奋 站在这个 史无前列很恢红的一个舞台上 没有人不紧张 一定是这样 当然因为紧张而忐忑 所以本来我觉得 你这首歌应该是 抚昧无比的一个表演 显得略有拘谨 没有完全放开 这个很遗憾 因为你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要求你 在接下来 如果可能的话 要豁出去 只有拼命的人 才会忘记紧张 知道吗 加油 拼了啊 拼了拼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微博评选当中的新浪微博红人 作业本老师 金子跟银子本来是两件挺俗的东西 但是碰撞在一起呢 却发出了风铃的声音 但是还是要加油 虽然油已经这么贵了 还得加油 虽然油已经这么贵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委老师来举牌 看看你在这一轮当中 能不能够获得三个晋级 直接晋级 那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 吴周彤老师 戴定 海权老师 戴定 小柯老师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在从慢版到快版的时候 刚一出来的时候 可能音乐冒过头了 然后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控制的也不好 有点抖 所以这都是在我们听来都属于硬伤 所以 戴定 第一位上场的是三个晋级 第二位上场的三个戴定 记住海权老师说的话 在下轮扑出去了 好的 好好加油 有请赶快准备一下 好的 比赛就是这样 第一档起伏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04号 红兴登上 属于她的舞台 有请 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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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红尘 来自江苏 长州 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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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好的幻想在 所以我支持傅梦妮 傅梦妮成为第十二位的 全国十三强 我享受舞台上流汗的感觉 我享受被剧光灯照耀的感觉 我是宅男杀手傅梦妮 为了秒杀宅男 我来了 武力盟主 非力盟主 武力盟主 非力盟主 有请零五号选手傅梦妮 给我们带来野猫 有玩有没睡好 起床又快昏倒 老板的老都像催眠 去让我才睡觉 生活又太干掉 压力没完没了 太烦恼让我叫嘛 快把无聊都揣跑 有爱有风 有黑为恼 也不信与上调 有有泪有笑 谁有想要再还一遍 梦是没了没大 梦想没分层里禀宝 看他迷雾里取闹 叫规矩上床去睡觉 黑白颠倒 白颜黑夜 让我走掉 我是野猫 乖巧 滚烂难搞 野猫 吓刀 月亮泡沫 太阳坐牢 我是野猫 今晚 我是猪脚鸟 乖巧的夜猫 难搞的夜猫 自己的猪脚 黑夜我来指导 黑白颠倒 白天黑夜 让我走掉 我是野猫 乖巧 滚大难搞 野猫 夹刀 月亮泡沫 太阳坐牢 我是野猫 今晚也是猪脚 黑白颠倒 白天黑夜 让我走掉 我是野猫 月夜 月夜的猫 黑夜猫 夹刀 月亮泡沫 太阳坐牢 都是野猫 所以自己的猪脚鸟 黑夜魔术 谢谢 黑夜魔术 谢谢 也谢谢我们优秀的舞蹈演员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的评委老师的点评 小柯老师 在音乐 节奏性的音乐上 我想告诉所有的节奏歌手 有一个借条或条例 宁可慢也不要去赶 因为在节奏里面 你越赶整个的音乐 都会被带你走 而且你就会显得非常紧张 所以刚才我在听到你的 刚上来的时候 第一段的时候 的确就在音乐的前面 你不停地赶 当然后来会很好 但是我在这儿 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未来的舞台上 歌声 容貌 舞蹈 你想用哪一个去打动观众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努力 就这样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努力 有空间 好 听完小柯老师的点评之后 我们的微博评讯团是 小强 这首歌听过之后 先不要管观众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傅梦妮自己 我不知道 应该你应该觉得 唱得很开心的一首歌曲吧 是这样吗 对 是哈 但这首歌在最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那个喵那一下 那其实是整首歌 一个命门所在 但你刚才可能是 要么到最后累了 要么就是在继舞步 好像有点像生病的小猫 喵就那样下去了 要不然咱再喵一个 再来一回好不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再喵一下 喵 有人想收养这只猫的话 一会可以报名 刚才讲到了 你在外形上演唱上 还有你的舞蹈上很平均 但是很平均 就等于没有特点 我衷心地希望你可以 把你头上那两坨 变成另外两个头 就变成三头六臂 在这个舞台上 你才真正的有可能 继续走得更远 好吗 加油 谢谢 好的 加油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委老师 来举牌 我们首先是武周彤老师 请举牌 晋级 好的 接下来 海拳老师 带地 小柯老师 带地 晋级 不容易 两个晋级 一个带地 接下来的比赛 好好的加油 谢谢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掌声 有请的是 06号选手段灵溪 有请她登上舞台 断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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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了 但是 主要是现在要积蓄体力 因为等一下你要挑一个人 来跟她换为PK 好不好 加油 嘉丽 好 加油 接下来我们属于这个舞台上的 快乐女生 将会再次登台为你演唱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08号选手 杨阳 请登上 属于你的舞台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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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杨阳 我是长沙唱区的杨阳 来自江西干州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专业毕业 从五岁开始 我就一直是一个喜欢安安静静唱歌的乖小孩 梦想就是能够当一名歌手 但是毕业之后 爸爸反对我走这条路 他希望我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去文工团上班或者去学校当老师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选择了叛逆和坚持 谁在 杨阳的声音在耳机里听很完美 你的歌唱真的可以录制唱片去 我一个人吃饭 长得好看 身材好 唱功好 气质好 大家都说我是传统美女 我觉得传统没有什么不好 我要成为一不可复制的敬礼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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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杨阳成功这期 恭喜 我是一直在坚持的杨阳 为了向爸爸证明我自己可以 我来了 我来了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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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他的 The First Song 一年有梦 杨阳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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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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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